通勤族來來往往趕著打卡上班 而加班趕工已經成為日常 高工時壓力大加上飲食不正常 讓不少人身體健康亮起紅燈 大家身體都不是很好 很多一些什麼腸胃疾病啊 上班也沒時間吃飯喝水的話 就是明天有到感染啊什麼都有 之前做建設的工程師嘛 還蠻辛苦的啊 我覺得工地是身體上辛苦啦 然後科技業應該就是那種精神上 有醫師會診 台灣十大爆肝職業排行榜 工程師和醫護人員拿下冠亞軍 第三名則是客貨運司機 而其他上榜的還有警銷 保全超商店員等 就連看起來是夢幻職業的藝術工作者 也可能淪為爆肝益族 這些爆肝行業 他們其實大部分遇到問題都是脂肪肝 它其實是因為我們一些生活習慣不良 不管是飲食啊 不管是作息運動 或者說沒有好好休息而造成的 要避免肝炎找上門 醫師提出三大口訣 保衛肝臟健康 好好吃東西 吃健康營養的東西 二有時間的話盡量讓自己增加我們的活動量 甚至增加運動量 第三個好好的休息 不要把時間全部花在事業上 該紓壓的時候好好紓壓 除了注意飲食與適時休息 醫師建議民眾也得抽出時間 定期做肝臟的健康檢查 畢竟自己的肝還是得自己好好照顧 環宇新聞楊哥網遊楊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